不知道过了多久,小依依再次醒了过来,睡在自己的房间 夫人,夫人你总算是醒了,可吓死我了 我怎么了 你落水了呀,莫元秀那么深的湖干什么,本大爷早晚有一天就给他填平了 谁救我的,小舅舅吗 再不是呢,甩舅舅抛小姐姐去了,你是被那个利四给救起来的 利四 是的,是他,他把你抱进他的房间里去了,被我看见了 本来他要让佣人给你换衣服的,我不让,我给夫人你换的 换完之后找医生来看过,你只是枪水了,没有伤到哪里 然后我还没说什么呢,他就主动把你给送回来了 你确定你说的那个男人是利四吗 嗯,不过当时他的脸色挺吓人的,让他的几个面具心腹 去彻查你落水的原因 不过,夫人你怎么会去湖边呢,还掉下去了 有人把我推下去的 谁,谁那么大胆子,我去探了他家去 等着吧,利家那边会给我一个答案的,我不知道谁推的我,你也不要去闹事 什么破地方,这么邪乎,要是被我知道谁敢对你下手,我非得扒了他一层皮 哎呦你呀,收敛一点,一点女孩的样都没有,嘴里成天喊的喊杀的,我有点累了,我想睡一会儿,你回房间去休息 哦,对了,小舅舅呢,有没有回来 哼,到现在还没回来呢,也不知道是在哪个温柔箱里泡着,连缝你都不管了 温柔箱里,我肚子饿了,让陈叔帮我弄点吃的 吃的呀,好呀好呀 关城城的死穴,就是好吃的,屁颠屁颠的跟在陈叔的后面,盯着厨师把好吃的做出来,然后撒娇耍魂的弄走一大份 小姐,柱子回来了 听说你在墓园落水了,医生检查过没有 墓园的医生给我检查了,不过咱们左向府的医生嘛,还没有来过,毕竟府里主子没有在,没有吩咐下去 小舅舅,你这么荣光焕发,眉眼寒春的模样,是吃饱了? 从哪里学的这些乱七八糟的话? 小舅舅你偏心,扭了小姐姐就不疼我了 你还知道我是你舅舅啊,张口就敢调侃我 说了怎么了,还不能说吗? 行了,我知道刚才在花坊里偷看的人是你 哼,我也不是故意要看的,我本来就在那儿 小舅舅,你还得感谢我呢,要不是我及时躲起来,小姐姐怎么可能会给你亲啊? 当时你一个人,还是和别人一起? 我,我是一个人,怎么了? 利四那个混账王八蛋,你敢给我亲近他试试? 我怎么觉得,小舅舅对利四好像有很大的敌意 我养大的小崽子被狼给叼走,你觉得我能对他有什么好脸色? 对了,今天你看到的一切,给我守口如瓶 你指的是我看见你和百柔儿接我拥抱滚花草的事吗?